首先还是要回顾我们昨天学的一些东西 回顾的话实际上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就是提高记忆 大家的话记东西的话 我认为多复习的话是最好的记忆方法 比如说你记东西的话一遍过 过完之后再回来 前面全关光了 最好是这样子 就是一段时间隔个几天就去回顾一下 我最近就是在看了一个什么论文 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研究记忆的 就是怎么样记最好呢 就是它有一个什么记忆曲线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记一个东西之后 然后记完之后 马上会有一个遗忘的这个过程 是吧 那么你按照这个遗忘过程 你再去记的话 就可以什么呢 把这个什么 就是减少这个遗忘的过程 是吧 它大概是这样子的 现在是先是记一个东西 先是五分钟 是吧 记一次记完之后 然后五分钟马上回来复习 复习完之后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再就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再回来复习一次 然后再就是十二个小时 再回来复习一次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 再就是一天 一天 然后两天 然后再就是四天 七天 十五天 这个 如果按照这个复习的话 就是相当于记了八次 记了八次之后 你就记得非常牢了 记得非常牢 基本上不会忘记了 这个是人家研究出来的一个规律吧 就是拿这个记忆与单词的话 是非常好的 我们记忆与单词的话 我们差不多十多年 才学了几千个单词 如果按这种方式记忆的话 可以记得很快 那么人家就是 在这间的记几千个单词 就这么记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就是按照这种记忆曲线的方式 去记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很有用的 我最近在引流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学的东西 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是什么 图简单 是吧 我们把这个字字一遍过 是吧 一遍过 过完之后再回来 再看前面的 前面都复习光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复习一下之后 然后等会再回来 再来复习一下 这样才能记得很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大概是 五分钟 半个小时 然后十二个小时 然后一天 两天 四天 七天 十五天 就这样的 这样一个规律 我觉得它这个规律 比较好 因为有很多人 按照这个规律 记了很多单词 就是短时期内 记了几千个单词 都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来说一下我们的 就是昨天学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只复习了两遍 是吧 复习两遍 大家的话可以按照这个规律 去复习一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 好 那么昨天我们 讲了这个什么呢 就是本地存储 是吧 本地存储 这个东西就是 那么有三种 一种是cookie cookie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存储方式 传统存储方式 一般都是用这种 这个很久就有了 这种存储方式的话 它的容量有限 只有4kb 那么一般的存储 就够用了 是吧 但是它有一个 不好的地方是 它怎么样呢 它在请求资源的时候 会携带传递 就是它把cookie也传过去了 或者cookie也传过来了 是吧 没必要 是吧 比如说我传一个图片的时候 没必要把cookie 带在一起传 但是这是它的机制 它会传这个东西 在同源的 这个HTB请求的时候 会携带上传 这是它不好的地方 那么它的话 就是说 它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什么 过期时间 是吧 我们可以设置 它的过期时间 这是关于cookie的 一个是容量 相对来说小一点 是吧 然后会携带上传 损失带宽 这是它的这个特点 然后可以设置 过期时间 然后让浏览器 自己删除它 是吧 那么实际开发中 那我用这个东西 还用的比较多 在本地存一些东西的时候 还有两种是 H5的这个新增的 一个local storage 和session storage 是吧 local storage的话 是什么呢 它的最大容量 有5兆 而且在请求的时候 它不会携带上传 是吧 你说请求一个图片 它带一个5兆的 local storage 也传过去 是吧 这个没必要 是吧 它不会携带上传 所以说这个还比较好 在同源的窗口中 共享 什么意思呢 就在同一个域下面的 那些窗口 可以共享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是永久保存的 除非人为删除 是吧 这是local storage session storage的话 和它是一样的 但是session storage 怎么样呢 就是 怎么样呢 就是 它就是在这个 同源窗口 如果关闭之后 它会自动删除 是吧 这个是存现 敏感数据的时候 可以 是吧 这个跟它不一样 它都会可以 长久保存 它是同源的窗口 关闭之后 它马上删掉 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两个 共同称为 web storage 是吧 那么这个web storage 的话 有时候用的 有风险是什么呢 iPhone的什么 无痕浏览 或者是 有些什么 禁用这个什么 本地存储的 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那么的话 就不支持 这个web storage 所以说 使用这个功能 会失效 是吧 所以说 一般的数据的话 我们还是用什么呢 cookie来存 最好 用cookie 好 那么这是关于 本地存储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移动端的一些事件 是吧 移动端一些事件的话 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 用手指 实际上有发生了 很多事件 在操作的时候 那么这移动端的 这几个事件的话 就是比较 应该是比较啰嗦 比较啰嗦 就是它们有风装好 是吧 比如说我们移动端 点击的事件的话 应该是 同时的发生了 这几个事件 比如说点击的话 应该是 touch start touch end 是这样的 但是它们有风装好 所以说我们什么呢 移动端有点击 滑动和拖动 这些操作的话 一般我们用一些 风装好的 JS库来做我们的 这些事件 不用它这些原生的 这些东西 它这个显得比较啰嗦 而且不好用 不好用 好 那么这是关于 移动端的一些事件 然后的话 我们说到了 这个Zipto Zipto这个库的话 那么可以理解成 是一个 精简版的JCore 是吧 精简版的JCore 那么我们可以 就是在有些 老的移动端的项目 大家可能会碰到 这个JS库 那么碰到的话 你就当它是什么呢 当它JCore用就可以了 当JCore用 它的什么 使用方法 跟JCore是一样的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们基本上 不用这个JS库了 因为我们移动端的项目 是直接用JCore了 是吧 这个性能和速度 越来越不是问题了 我们手机是越来越快了 是吧 一个几百块钱 买的一个手机 它的什么 硬件就可以很好了 是吧 是吧 比如说小米手机 几百块钱 买的它的硬件性能 已经很高了 就不用担心这个性能问题了 是吧 性能越来越不是问题 这样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一个 Swap.JS的一个库 是吧 这个JS库的话 那么它在做什么呢 做移动端的滑动效果 是吧 比如说换灯片 整平滚动 一些效果 那么它这个库呢 就比较成熟 是吧 很多项目在用 那么很多人在用 很多人在用的话 促使这个JS库呢 就越来越成熟 所以说它的什么 相当来说 它的bug是比较少的 是吧 有人上报嘛 是吧 所以说把这个库 用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相当来说是比较成熟 比较什么呢 比较安全一点 是吧 如果是把这个放到项目里面 或者是你自己写一个 放到项目里面 我觉得项目经理可能会选这个 而不会选你写的 是吧 你写的可能就你测了一下 然后测试一下 测了一下 可能就两三个人测了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bug 有bug 项目上线来出现出现bug 这就是 是不是事故了 是不是出事故了 是吧 这样子 就是说 在开发项目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 考虑这个项目的进度 以及什么呢 安全 是吧 越稳定越好 开发项目越稳定越好 就是开发项目的时候 开发项目 是不是有个时间进度 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时间进度 开发项目 即使你项目开发出来了 怎么样 也是失败的吧 是吧 项目有个时间进度了 就在时间之前 是吧 要把这个东西完成 比如说我5月之前 要上线一个东西 是吧 你5月3号才开发完 这个没意了 是吧 是没意了 所以说项目的 就是说 我们考虑的问题的角度 可能跟人家什么 管项目的人 考虑角度不一样 他觉得稳定最重要 是吧 保证不出差子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 Swipe.js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 可以用在项目里面 那么的话 这个Swipe.js 它里面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效果 如果你要用到的话 可以去他的这个 这个官方网站去看一下 然后把它代码 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我们用它 就做了一个 移动单的 一个换灯片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 Swipe.js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这个Bootstrap框架 Bootstrap这个框架的话 那么现在还是比较流行的 包括我们的什么呢 有些什么 面试要求里面 要求会这个框架 是吧 如果什么会这个框架 什么呢 就是优先是吧 优先考虑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会这个框架 就给你加分 是这个意思 是吧 这个框架还是蛮有用的 这个框架为什么这么流行呢 它主要是怎么样呢 它是一整套写好的 HTML 4SS 和JavaScript的一些特效 是吧 对于 特别是对于 昨天没说 特别是对于 不太懂前端的人 他就可以用这个框架 直接开发前端的界面 那么对于大家懂前端的 是吧 那么你们可以用的更好 是吧 你们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自定义吧 是吧 你们可以自定义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例子 如何自定义一些东西 是吧 就是关于这个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个Bootstrap它还怎么样 它可以做响应式吧 是吧 它天然的就有响应式的一些 什么特征吧 它可以直接做响应式 做一个界面可以怎么样 适配不同的中端吧 适配PC端 平板和移动端 是吧 所以说因为这两个特点 怎么样呢 它就怎么样 它就受到很 比较受欢迎 是吧 很多人在用这个库 包括我们 实际项目中 有很多项目是基于这个 这个框架 这个不叫酷 叫一个框架 是基于这个框架 来开发的 所以说学这个 还是蛮有用的 这是关于 Bootstrap 然后Bootstrap的话 我们昨天讲了一些东西 它的基本的一些操作 包括这个 怎么新建一个 Bootstrap的文档 是吧 那么Bootstrap文档的话 就怎么样呢 要引两个文件吧 引一个Bootstrap.js 但是引Bootstrap.js 之前还得引什么 JQuery吧 它是依赖JQuery的 是吧 依赖JQuery的 然后还要引一个 Bootstrap.js 它是带样式的 是吧 好 引的是相当于 引了三个文件 是吧 引了三个文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基于它 来创建我们的 Bootstrap文档 那么Bootstrap的 就是核心的 有些知识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昨天说的 首先是一个 Bootstrap的容器 是吧 这个容器的话 有两种 一个是流体的容器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响应式布局的容器 实际上这两个东西 就是它里面 写好的样式 是吧 它的样式已经定义好了 你就这么写 然后就可以用它的样式 你写错了 可能用不成的 是吧 因为它样式里面 就是这么写的 这个流体布局的 这个样式的话 它相当于是 宽度是百分之百的 宽度 是吧 然后这个container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媒体查询 然后能自动变宽度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它什么呢 这个container的这个容器 在大于1200的时候 是吧 在整个浏览器的宽度 大于1200的时候 它的宽度就固定成 1170吧 在这个1200到什么的 小于1200到大于992之间的话 它的宽度固定成 700 970是吧 在大于768 小于992的时候 浏览器宽度 那么它的宽度 固定为750是吧 在小于768的时候 小于768的时候 小于768的时候 那么它的宽度 就变成了百分之百 是吧 这样子的 这是它的容器 关于这个容器 容器完了之后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说到了 这个Gurusrape的核心的东西 就是它的三个系统吧 是吧 三个系统 就是它核心的这个思想 它什么呢 它把这个宽度方向 也就是横向 把它划分成12等份 是吧 按照12等份的话 然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什么 这个样式吧 一系列的样式 那么四类样式 是吧 那么就是大尺寸的 是吧 中等的 小的 然后 再小一点 是不这样的 这是这么 是的一样式 C2-LG 就是大尺寸的 它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于1200的时候 是吧 我们的这个 这个容器的话 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是排成一行的 是吧 那么小于这个的话 它就每一个 什么呢 独占一行 这个的话 是大于1200 小于 小于什么 大于92 小于1200的时候 这个地方写错了 小于1200的时候 这个地方写错了 大家改一下吧 这个 大于1200小于 大于992小于1200的时候 分别占一行 这个是大于768 小于这个 小于992的时候 这是 大家这个地方 改一下 好 这是这几个区间吧 然后这个是始终排在一行 是吧 好 这四种什么呢 三格 四种三格 好 那么我们针对三格呢 也做一些例子 是吧 那么做一些例子 那么三格的话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三格里面 打开昨天一个例子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昨天的这个 我们做了一个 针对三格 三格便宜 好 我们针对这个三格呢 也做了一个例子 是吧 做了一个四个盒子 排列的例子 是吧 排列的例子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起始的时候 比如说四个格子 是排列的一行 是吧 每个占三分 是吧 然后在我们 在屏幕缩小的时候 这四个格子 还是排在一行 是吧 然后写在后面 来就行了 就接到后面写 然后的话 是什么呢 在缩小的时候 我们每个格子 占六分 是吧 那么就像是 一行排两个格子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它的原理 就是把这个样式 在后面接着写 就完了 是不是这样的 把三格的样式 接着在后面写 接到后面写 接到后面写 这是关于它的 这个开发的原理 是吧 就这么开发的 是吧 好 那么接着 我们说到的是 再说到的是 三格的偏移 是吧 三格的偏移 就是说我们一行里面 如果没有 什么呢 不是占十二分的 比如说是 分别占几分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 进行一下偏移 是不是这样 偏移一下 今天我们还会用到了 偏移 偏移完了之后 我们就说到最底下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隐藏 是吧 就是三格还可以隐藏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最小尺寸的时候 隐藏 是吧 这个是小尺寸的时候 隐藏 中等尺寸的时候 隐藏 是吧 然后就是大尺寸的时候 隐藏 是这样的 你想在哪个尺寸的时候 隐藏 你把这个东西 加到后面去就行了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三格的 基本的一些东西 三格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我们基本上讲完了 核心的东西都讲完了 好 这是关于三格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 Bullstrap的按钮 是吧 按钮 按钮的话 那么就是 按钮的基本样式 是吧 我们用什么呢 用Input和A标签 都可以创建按钮 是吧 按钮基本样式的话 先什么 先一个BTN 然后再跟一个BTN default 是吧 或者BTN primary 是这样的 那么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创建一个 不同样式的按钮 是吧 好 按钮 看一下啊 好 这是创建不同样式的按钮 是吧 先一个BTN 然后跟一个BTN 这个Sense 是吧 这是创建类似于什么 这是绿色的按钮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蓝色 这个是类似于 这个是Info 是吧 这是蓝色的按钮 是吧 类似于这种 它有几种具体色的按钮 这是创建基本的按钮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创建什么呢 有什么呢 Hover效果的按钮 这个是创建这个什么呢 失效的按钮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就这么写 是吧 然后按钮的话 还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们合成一起 合成一起 这个是按钮的尺寸 是吧 按钮有四种尺寸吧 是吧 有这个大的 中的 小的 然后一般尺寸的啊 就这么创建啊 然后按钮的话 还可以创建一整个一行宽度的按钮 就加一个Btm Block 是吧 接着我们说按钮可以合在一起 是吧 用Btm Group可以合在一起 是吧 合在一起的话 它们就挨在一起了 是不是这样的 挨在一起 这种效果啊 然后的话 如果按钮合在一起 而且想它们什么 延伸到整行 是这样的 是整行的一个宽度的话 那么再加个Btm Group 加Sertified吧 是吧 那么这个针对A标签是可以的 是吧 如果说我们用什么 input的按钮 做这种效果的话 怎么样 有bug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 需要把这个每个input 包一个什么 DIV 什么class的Btm Group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按钮的一些知识 按钮的一些知识 好 这个的话 这大概是我们就是昨天说了一些东西 大概是昨天说了一些东西 好